第六百七十四集 吴王攻克西陵后 自认为得到上天的诱助 志向一发显扬 他让术士上广为他占卜 是否能够得到天下 上广回答说 急 庚子年青色的车盖会进入洛阳 吴王大喜不整治政令 一心一意地谋划兼并天下的事情 贾冲与晋朝廷官员在一起饮烟 河南饮于纯喝醉了酒 与贾冲争论起来 贾冲说 你的父亲年老 你不回家去奉养 你是无天无地之人 于纯反问 你的先主高贵相公在何处啊 贾冲又羞又怒 上表请求辞官 愚蠢也上表弹劾自己 晋武帝下诏 免去愚蠢官职 按制度让五公府平定他的善恶得失 石包认为 愚蠢因为做官 自以为获得了荣耀 结果忘记了父母 应当除去其名籍 齐王司马忧等人认为 愚蠢并没有违反礼仪律令 晋武帝听从了司马忧的建议 又任命愚蠢为国子祭酒 去年吴王到华里游完的时候 又丞相万跟右大司马丁凤 左将军刘平密谋说 如果皇上到华里不回来 国家的事情重大 我们就不得不自己返回了 吴主听到了他们的话 因为万等人是旧臣 就克制忍耐着没有发纵 这年吴王借着会见的机会 拿毒酒给万喝 寄送酒杯的人 暗中把毒酒减少了 吴王又拿着毒酒给刘平喝 刘平察觉了 服用别的药把毒给解了 得以不死 万自杀而死 刘平忧郁愤懑 一个多月后也死了 吴王把万的子职都放逐到庐陵 当初万请求挑选忠诚清政的人 来补充君主左右的职位 吴王任命大司农楼玄为公下镇 主管宫中事务 楼玄修身率众 尊奉法度行事 对答恳切耿直 吴主渐渐的心中不快 中书令兼太子太傅贺少上述觐见说 自近年以来百官杂乱真伟相混 中良之人被排挤贬斥 诚实的大臣遭受陷害 因此正义之事消去棱角 而平庸之臣苟且逢迎揣摩旨意 奉承公顺 各自都迎合时尚的趋向 人们坚持的是不合道理的评论 说出的是违背道义的言谈 于是使得清高之事变得浑浊 忠诚之臣不敢说话 陛下处于九天之上 身居于百里之远的居室 圣言一出 百姓顺风倾倒 命令传部 天下锦香追随 如影随形 陛下与受宠八戒的臣子 亲近和谐 每天听到的是顺诚心意的言辞 那么就会以为 这些人却有德才 而且天下也已经平定 我听说振兴国家的君王 乐于听到自己的过失 荒废紊乱的君主 愿意听到别人的称赞 愿意听自己过失的人 他的过失一天比一天减少 而服幼也得到了 喜欢听别人对自己赞誉的人 他的好名声 一天一天的丧失 而灾祸也就来临 陛下严厉刑法 用以制止政治的言辞 摒弃品行高尚的人 以拒绝直言规劝 哪怕是一杯酒的过失 死生就得不到保障 做官的人以退职为幸运 居住多城的人 以离国为福起 这实在不是保住荣耀的伟业 是道德风袭昌盛兴龙的做法呀 何定本来是地位卑贱的人 身无品行及才能 而陛下却喜爱他的尖巧产媚 给予他权势 小人谋求进入 必然会尽现包藏艰辛的好处 何定近来望地兴起劳役 发动江边防守的兵士 去驱赶迷路 老人与体弱的人饥寒交迫 成人和孩童怨恨叹息 左传说 国家兴盛 视百姓如同幼儿 国家衰亡 把百姓当作一棵小草 现在法律和禁令都变得苛刻 赋税征调日益繁杂 宦官进城到处兴起事端 而地方官长害怕获罪 劳苦百姓去满足他们的要求 因此人力担负不起沉重的负荷 家家户户离别四散 叹气之声 使和顺的风气受到了伤害 现在国家没有一年的储备 百姓之家没有度过一个月的积蓄 而后宫中不劳而时的 有一万多人 另外 北方的敌人虎视眈眈 亏伺我国的圣率 长江之贤祖 不能长久的依赖 假如我们没有守备的能力 一输为草当作船就能渡过来 希望陛下充实基础 强化根本 割断私人的情欲 遵循正道 那么周代成王康王时代的 治平之势就会兴起 圣祖孙权开创的基业就会昌盛 结果 吴王对贺少恨之入骨 从这时起 吴王左右的人就一起 诬陷楼玄和贺少 说他们二人相逢 停下车子 交头接耳 然后一起大笑 毁谤讽刺正事 于是 二人都遭到审讯谴责 楼玄被送到广州 贺少受到宽舍 恢复了官职 不久 又把楼玄迁徙到交职 最终杀了他 天长日久 何定邪恶丑陋的行为 显露传播开 也被处于死刑 杨户从江陵回来以后 致力于整治道德信义 已使无人归睡 每次与吴国交战 都要约定日期才开战 不做成其不备 突然袭击的打算 将帅当中有限诡诈计谋的人 杨户总是给他喝醇厚的美酒 使他酒醉不能说话 杨户的军队外出在吴境内行走 割骨子做口粮 全都记下所取的数量 然后送去卷用来偿还 每次和部众在长江 棉水一带打猎 经常只限于晋的领地 如果禽兽先被无人所杀伤 而后被晋兵所得 都要送还无人 于是吴国边境的百姓 并对杨户心悦臣服 杨户与陆在边境相对 双方的使者常奉命互相往来 陆康送给杨户的酒 杨户喝起来从不生疑 陆康病了向杨户求药 杨户就把成药送给他 陆康也马上就服下 许多人见祖陆康 陆康说 怎么会有用毒酒杀人的杨户啊 陆康对守边的士兵说 别人专门行恩惠 我们专门作恶 这就等于不战而自己就屈服了 现在双方各自保住疆界就可以了 我们不要再想占小便宜 吴王听说 双方边境交往和谐 就以此事责难陆康 陆康说 一亿亿乡都不可以不讲信义 更何况大国呢 我如果不这样做 不正是显扬了杨户的恩惠了吗 对杨户毫无损伤 吴王采用诸将的策略 诸次侵犯掠夺进国边境 陆康尚书说 从前下朝多行罪恶 而商唐用兵 商周王邪恶残暴 而周武王举起讨伐大福 假如不到时机 即使至圣之人 也应当积蓄威势而自保 不可以轻举妄动 现在不致力于兴农士以复国 不审查官吏任用贤能 不明确进退升降的标准 不谨慎地使用刑罚奖赏 不以道德教会各部门 不以仁爱安抚百姓 而却听任诸将追求功名 穷兵独物 动不动就耗费数以万计的钱财 士族雕伤憔悴 敌军还没有被削弱 而我们已经很劳累了 现在以争夺天下帝王霸业的资本 去贪图几十几百的小便宜 这是邪恶臣下可以得到的便利 并不是国家的两策 从前齐鲁打了三次仗 鲁人两次克敌之声 但是不及转足之间 鲁国就灭亡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势力的大小有差别 何况如今军队战胜所得到的 还不能够弥补他所丧失的呢 吴王不听 杨户不攀附结交朝廷中的权贵 循序逢之徒都憎恨他 杨户的堂外甥王衍 曾经去杨户那里陈述事情 言辞非常清晰明辨 杨户对他并不赞赏 王衍拂一而去 杨户回过头对宾客们说 王衍应当能以极大的名声达到高位 然而败坏风俗损伤教化的 也必定是他 等到攻打将临的时候 杨户曾依军法要斩王荣 王衍是王荣的堂弟 所以二人都怨恨杨户 言谈之间经常诽谤杨户 当时的人为此有句话说 二王执掌朝政 杨公义无是处 快乐 消架 小婶 哉 煞